目前创世凤山分院被照顾的植物人有62位 除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开销 一些老旧辅具也面临态患的期限 其中协助上下床所需的位移滑板 以及植物人乘坐轮椅时的减压坐垫 都急需更换 避免植物人受伤和减轻照顾人员的负担 目前我们创世基金会凤山分院 目前有安置了62位的植物人的我们的院民 目前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安排上下床 还有就是从床上移到轮椅 都需要用我们移滑这个滑板 其实这么多年来 这一个移滑板其实耗损很大 另外一个这个滑板 其实让我们照顾的人可以比较减轻力气 在推院民在移滑的时候 相对比较轻松 那院民也比较不容易受伤 那坐轮椅其实一坐下来 大概至少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那对我们院民都是长期卧床的人 对皮肤的部分 就坐同样一个位置坐很久 他坐上去这个压力会 透过这些一颗一颗的东西分散压力 可以让他的屁股 不会因为长期压迫在那个同一个位置 压力很大就容易屁股红 那我们就是这个使用量也很大 那其实近几年来 其实也一直在坏掉 那都需要再去增加 这两种辅具使用非常频繁 导致磨损率高 加上使用期限已到 创世凤山分院急需募集相关辅具 因此号召爱心人士可以小额捐款 指定购买或直接购买捐赠 帮助辅具的太旧换新 这个一味滑板跟减压坐垫 事实上我们是经常使用在院民身上 那使用的频率很高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使用大概是两三年 就会有破损坏掉 那都必须要态换 那也希望大众可以来支持我们 这个来添购这些东西 各位大众如果你也可以小额捐助 也可以就是你指定 就是认住这两个辅具 让我们的照顾可以更提升 植物人照顾透过辅具可降低受伤风险 也能减轻照顾人员的负担 创世凤山分院期盼大家发挥爱心 帮助植物人安养有更好的照顾品质 记者中恩城采访报导